大家好 大市今早早一度下跌近500點 落到25,500點的水平 成交比較淡靜 見到華為CFO被捕的事件 令市場擔心中美貿易談判會受到影響 道指期貨今早早曾跌超過200點 拖累反行至今早就低開268點 一開始都已經守不住50天線 之後跌幅更加擴大 去到最多492點 低見25,570點 半日美市跌幅收窄了一些 半日成交有403億 行指中午收市跌366點 收報25,696點 至於國指中午跌121點 收報10247點 華為CFO孟晚舟 早前因華為涉嫌透過匯控的全球銀行系統和伊朗 進行海宜交易 在加拿大被捕 當局指 孟晚舟的保釋聽證 將會在10日今晚繼續舉行 而中國外交部召見加拿大的駐華大使 加拿大無理拘留華為負責人 提出嚴正的交涉 又急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要求放人 立即找來今天的嘉賓 林家綺、KK和我們先談一下 Hello,KK,你好 Hello,你好 剛才提到華為CFO孟晚舟的聆訊今晚會繼續 這件事會否影響中美貿易談判 如果只是說這件事 應該蓋過中美貿易的重要性 因為衍生的嚴重性比較大 當然你說中美貿易談判的過程 和華為事件 理論上就是兩件事 一個就是企業 就是無法守規矩 就是犯罪 違反了一些規例 而同一時間 中美雙方 就是在國家級層面的一些貿易關係 所以如果你說只是看回美方那邊 他們有幾個官員都說了 無論是貿易代表 甚至乎白宮經濟顧問等等 都說不會影響了美方和中國談判 但是你說中方方面又怎麼看呢 這件事就比較難預測了 因為本來劉沃就準備出發去美國談判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延遲了那個時間呢 而究竟中方怎麼去看待 這次華為事件呢 這個去到政治層面 甚至乎一些國家另一個事端的話 這個會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所以上個星期其實整件事 只是看看這次 就是說孟晚舟 被一個加拿大那邊去說去違反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過去式來的 所以理論上就應該不會影響太大 現在就似投資者情緒所推動 如果你說好像官媒所說 真是有個後果置負的話 這三個即是四個字 那究竟是加拿大方面會怎樣承擔後果呢 而美國方面又會怎樣呢 這個事件的變化其實都幾多 好啊 大家都要看著究竟接下來的聆訊進展是怎樣 我們不如看看 剛才也提到中美貿易戰 雖然美國 春年1月1日 就暫緩對中國的商品 加徵額外的關稅 達成協議的最後限期延遲到3月 但是見到貿易戰對於進出口的影響 就開始浮現了 上個月內地進出口都差過預期 內地本身內需方面似乎也轉弱了 11月的消費價格指數 按年都只是升到2.2% 就差過預期的2.4% 按月就回落了0.3% 去到四個月的最低 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按年升2.7% 雖然就符合市場預期 但是都創了兩年的新低 KK 你又預計 接下來內地的經濟數據 會不會更加差 就壓制中港股市的表現 這個一定是 因為無論出口的數據 再加上內需的數據 其實兩邊都很疲乏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是 就是11月份的數據 你說差就理所當然 而因為到現在為止 12月都沒有一些跡象顯示 中國的經濟動力是恢復化的 你只是看PMI 之前公佈的數字 已不知道中小企面對問題更加困難 所以我們在明年1月 或者在短時間內 中美貿易的談判 未完全成功 加上關稅 現在都是持續的 這個會影響了 企業的盈利狀況 出口的生意 甚至乎 說的是 未來的內需的購買力 我覺得這個 是會令到大家 會有些擔心 但是你看到今天 一個市場的跌的原因 其實都是講 華為事件 究竟怎樣發酵 因為數據大家都預了差的 但是如果你說 在談判過程是順利的話 中美貿易戰是提早完結的話 可能大家對於各個市場信心 反而是放在前面 未必會有太過戒懷 一些數據的差 所以接下來都是一樣 就是華為也好 中美貿易戰也好 那個消息是怎樣變化呢 這個就主宰著 整個股票市場短期的走勢 好啊 如果有觀眾就說 問KK你為什麼 指數每天都跌 那接下來行動的走勢 你又要怎樣看呢 其實指數跌的原因是 因為投資者覺得事件 越發展就好像越差 上個星期 講華為跌下來的 因為華為消息跌下來的 大家當然不知道 那個罪名是怎樣 但是你看到今次他們講過 就是加拿大給他們的指控 而令到在 比如外交部也好 或者我們國家的官媒也好 你看到反應這麼大 就是說其實他們都很在意這件事件 就形成了今天的下跌 上個星期只講說有華為事件 就反映了華為的被指控 還有講大家擔心的事情 所以你跌下來這個時間 我覺得是正常的 跌穿過50天線 問題是50天線 我們在11月的時間 叫做收穫了 然後上回100天線 現在下跌下來 應該就要試多次 就是25,000那些位置 先較為次氧 而25,000其實就是 之前我們在11月的時間 曾經有一個列口跌 而形成了一個大的洋竹 當日就是在11月13日的時間 所以那支洋竹就成為一個關鍵了 如果你說連帶這支洋竹 就是說再跌多7、8點以下的話 這支洋竹都收穿了 那恆子的走勢 就應該要走回我們 由7月開始那個下降軌 就這樣滑下去 其實都挺低下的 所以這件事就不可以 是真的稍有差遲 如果真是令到感染貿易談判 都不順利的話 恆子就應該不止25,000以下 一落就應該要跌出賣24,500 所以事件的嚴重性 其實是可以挺大 即一落可能分分鐘去到24,500 大家就要看著了 其實看到今早早市跌了這麼多 那隻信譽光學 反而就可以逆市升到 它上個星期五收市之後 就公佈11月的出貨量 受到市佔率上升去帶動 見到手機鏡頭出貨量 按年是增加58.7% 但按月都要跌超過1.1% 而車載鏡頭的出貨量 就按年升到超過5.4% 手機的攝像模組出貨量 更加按年升超過6.2% 見到今早早 信譽的股價都很波動 曾經就升超過3% 高見過69.5% 但之後倒跌過 又再回升 半日就升到1% 就是68.15% KK 見到很多間大行都說 信譽上個月的出貨量好過預期 但大摩就說 第四季中國手機市場 都是疲弱的 所以預計 信譽12月的出貨量 都是會弱的 始終手機股 都面對著 手機的需求減少 和武力率低的問題 現在估值 是否還未值得買入 其實以估值計 只要拍攝瑞星去看 就知道信譽的估值 就差不多貴一倍 我們只要看預測皮疑 當然有不同 因為就這樣看回 不信譽今次的數據 確實令到市場是有些驚喜 因為全世界都看衰它了 11月 而今次它是做好一點 所以股價 你見到它今天 都還可以彈 開始曾經試過 即是70元邊 即是69.5元的位置 但是這一轉 雖然每一次 大家看淡它 每個月的數據 大家出來的情況 都叫做 沒有預期中那麼差 甚至乎 有些大行就看淡它們 11月的數據 早幾天 即上個星期 已經將它的目標價 就大砍了 就說我41 定61 要跌多少 現在你看到這個情況 沒有大的問題 大家又會想 12月的情況可能會差 不過我想 就算你的出貨量好 對於它們的盈利方面 或者毛利率方面 就另一回事 因為整個行業 現在面對一個 佔入寒冬的機會 接下來它們的出貨量做得到 但是毛利率又怎樣呢 今年的中期業績 都看到不僅是信譽的了 你看到譬如優太 他們出貨量都很好 市場比預期中好 但是最後出來的盈利方面 就嚇死人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股價 今天就不是反映著信譽 接下來的股價走勢 純粹是反映今天 數據好一點去彈跌 而老實講 以往來講 信譽去做得 就是那個板塊 炒得很好的時間 信譽有這麼好的數據 你起碼升半成 甚至乎一成 現在沒有這件事 反映了大家都是擔心 所以無論是前景也好 或者說的數據也好 我覺得大家擔心前景會比較多些 就不要說因為數據好 就覺得信譽短期之內可以彈 還有數據 我想尤其是智能手機放門的情況 是令到擔心 我想今年第四季 全球放門的情況會更加嚴重 會影響大家對於明年的期望 好啊 即是信譽就不要單太出貨量 就走去搏 我們不如再看看 另外一隻 都是有做手機的小米1810 因為見到小米和美團點評 這些不同股不同權的股份 其實都有些消息 香港、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 就聯合宣佈 已經就不同股投票權架構的公司 就納入港股通的一個具體方案 就達成了共識 預計在2019年年中就會生效 但是小米和美團 見到半天股價都越跌越深 半天小米就跌少了少少 跌2.6%左右 至於美團就跌超過3.7% KKR見到北水最快明年年中 就可以透過港股通 就賣香港同股不同權的股份 對於小米和美團 有沒有一個利好作用呢 如果市場的氣氛是好的話 這些消息當然可以駁斷炒 但是現在市貨不遭 是的 市貨不遭 就算你納入什麼指數 都不炒 所以幫助不是太高 還有大家都知道 你納入名單裡面 不代表北水一定有興趣 雖然兩隻股份 大家會覺得知名度高 他們會有興趣去買 你都要股份質地好才行 是 匯控知名度高 騰訊知名度高 他們都要下跌 所以這個不是單一消息 還有我想這個消息 其實都配合內地科創板 他們將會成立有關的 所以就在 不是故此駁彼 或者是一時同仁之下 他們被納入就正常 還有現在都還有一段時間 就是你說都是明年中 應該要看他們明年中 真的納入了 市場氣氛是怎樣 再加上到時的成交會不會增加呢 我想到時候 你先當這個是真正一個利好消息都未定 現在應該都要看基本面 和市場氣氛就比較重要 KK 你就說看基本面 除了市場氣氛就不走之外 都要看基本面 但是小米呢 其實他現在又有個5G的發展概念 其實最新一份業績都好過預期 可不可以就說是看高一線呢 其實就應該是看高一線的 因為雖然5G 不是只有他可以做 他就走快一點 不過吃到頭一口湯的話 應該都利好 但是問題是呢 小米雖然在那個盈利動力 可能接下來會好些 但是他們的估值貴 如果你說他們現在的估值計 去看他們那個預測市盈率 我覺得估值都仍然挺誇張的 我覺得這一點就不是很有利 他們有一些叫初創的 創新的股份 新經濟的股份 所以我就覺得 除非它的盈利是正在來 不單止是倍 可能是十幾倍 甚至乎有沒有一些最大的更新 如果有這些的話 我覺得這個動力才會出現 而現在呢 你看到它都是一日比一日低 有機會回視上市 那個時候的低位機會 就比較多些 短期期望就不要說 因為這些消息 好像你好而太大了 因為見到觀眾Michael Yen 都想問你 小米還可不可以繼續持有 他就說現在已經跌穿了所有平均線 看到今天呢 剛剛開始就跌穿了50天線 嗯 看它有多少錢買 我覺得 如果你只是說 小米 它在這麼多的新經濟股 我覺得它最好那隻利盈 就是我上市貴、月文、類似 那些 它真的做得好一點 如果你說我真的 已經坐了很久的話 我覺得就等了 因為剛才講過 你真的不知道 小米它一發展5G那邊 如果你說它是不手間 因為5G提供手機的公司 而內地5G又走得快了 你說因為政治原因 它要加快自己一些 就是電信5G的投放 這樣算 那可能它就 盈利會突然之間飆 而且我覺得它 都值得它長持的 所以我就 既然你都破了位子 跌下來了 那現在它都是在走 短期的下降軌 之後呢 應該12.5那些位置 就暫時有個支持 我就建議先拿著 除非你說我也是剛剛買的 那我都可能是 14元那些位置買下來 14元那些位置 那你就看著 剛剛星期五的低位 星期五其實它 它支陰燭落到13元那些位置 曾經彈下 那如果那些位置 你說短線的 那13元以下 做止線 如果你都是 就是長線都可以拿著 那我覺得就繼續拿著 因為小米的可變性而高 長線很遠的話 我覺得 情況都叫樂觀 只不過股值還沒有這麼快反應 嗯 好啊 但是另外一隻 和股不同權的股份 3690 有觀眾 又問你怎麼看 這一隻 美團 我覺得就差一點 因為美團 它就不夠 小米它的發展 這麼多元產品 因為小米有比較多的東西 有產品 有平台 而美團 你面對那個市場競爭 在內地是挺高的 所以我就 前景我就 不太樂觀 我對於它 還有 以那個業務計 就是 以現在它都是 外賣佔它大部份 而 就是那個營業化大部份 沒有你想知道 它們9月時候公佈的數 都可以 但是 正正就是 餐飲外賣面對競爭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 它 即是 接下來我們 叫做 第四季 甚至乎它明年 那個業績應該不會太好 而 新 新業務的 情況 那個 譬如酒店 旅遊 那些 你的競爭又是多 所以我就覺得 以現在的發展 就算你說 行業機會大 它未必可以 有到一個盈利 會很明顯 我就覺得 再穿多次50元 流行的 就行 50元它未試過 收起50元收市 我覺得這一串 它落到50元收市的時間 如果真的成交不算太多 它可能會支持得到 但是跌穿50元收市 到時就要走了 因為一跌穿 到時50元 好 即是大家看著這個50元 能否守得住 我們不如再和KK 你看一下觀眾的問題 因為見到有觀眾 就說想問一些油價 你怎樣看 觀眾麥娟 因為他買了重貨 一些旗油的購買 就是10011 他想問KK 你怎樣看油價 因為見到 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經常叫油總不要減產 但是見到油總和俄羅斯 就一於小利 就同意大幅減產 見到油總 春年1月開始 就每天減產80萬桶 而非油總的產油國 就會額外再減產40萬桶 KK 你又怎樣看油價 那方面 還可不可以繼續有刺激呢 觀眾就買了一些Call 你又覺得他應該怎樣幫助 其實在中線 我就看探油價 因為我覺得 貿易戰 甚至乎經濟數據 就反映了 其實石油需求 接下來都會減少 所以中線來說 我覺得它是會落 而今次轉 其實油價 或者油股今天彈得好的原因 都是來自油祖國 和非油祖國 它都有一個減產的協議 達成了 而這件事 市場就沒有想過 這麼容易達成 而其次也沒有想過 它的金額是否預期更多 所以就抽了上去 如果你說石油的價格 是由供應和需求去平衡的話 現在就算你有一個減產 但好像推動過油價 但是這個氣氛就屬於斷 而我覺得 以現在到12月底 很多一些的研究分析 甚至乎一些 比如世界能源協會那些 那會不會對於 明年那個石油需求 會減少呢 而另外就是 是說的庫存 亦都是因為經濟需求 就是經濟情況不太好 庫存又增加呢 這個是會令到油價 之後跌回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真的叫了的話 買旗油叫 我建議你這一陣 你可能賺多一兩天 這個星期就很離開了 我就不太建議 所以就差得太長 因為油價其實就沒有能力去到60元 紐約旗油應該58元那些 就一定是頂了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短線你好的 但中長線我自己看一看 好啊 那大家就要留意KK的建議了 那今天就很多謝KK 和我們解答了很多觀眾問題 想問你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我今天說的股份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KK 亦都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和你們的問題 我和大家就看回現在 恆子下午開市之後的表現 看到跌幅也是跟剛才差不多 現在就在跌370點左右 就在25680點左右的水平 那今天午視博集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下午的4點半收時有解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